花莲县书法学会过年前戏在吉安厢一连举办五个场次的正春联活动 获得各界乡亲的热烈索取 乡长游淑珍表示 1月2号上午9点钟申请剑走活动现场 还有21位的名师会展开现场会豪 另外1月18号过年前下午3点半 在黄昏市场对面的浩克广场也还有一场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免费索取 为居家增添浓厚的年节起分 吉安厢长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每年会邀请花莲县书法学会及花莲县回来施设 由各大书法名家现场提笔会豪 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新的一年要讨个好兆头 这次我们五个社区发展协会 来先行推展书法写春联的新气象 带来浓浓的新年意味已经到了 未来我们在1月2号 兵分吉安的建筑活动升旗典礼 会带来21位名师到达我们南华国小的会场 一起跟乡亲来分享中华民国国粹 以及新年系迹象 不一样的书法 一文的精彩带给大家带回去 第二场是在我们1月18号的下午3点半黄昏市场前面的浩克广场 要来跟所有采买年载的好朋友们分享 这也是吉安先行带来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是兔年 书法老师也说大家都喜欢应景的池具 还有可爱的兔子涂样 浮兔鹤岁 玉兔城翔 或者金兔银春 好厉害哦 银花的兔子也很漂亮 很可爱而已 所以大家会喜欢一些特别的造型 对 就是加上一点画 然后他们会比较喜欢 因为这个纸啊 它一年都不会褪色 它就是宣纸的红纸 所以它到明年过年的时候它还很新 一连五场的写春联活动在各个社区圆满完成 接下来1月2号早上 在南华国小的升级健走活动现场 还有1月18号下午3点半 在黄昏市场前浩克广场 还有两个场次的民师辉豪活动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索取春联 为居家增添浓厚的年节气氛 第一个新年快乐 Happy to you Yeah